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第一次组装高达模型的过程中享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 为了更好的诠释机体本身的力量感 当时买了几组官方的马克比大图特图 过程真实即欢乐又崩溃 勉强完成了设定好的迷彩机身 但在不断地欣赏一些高手的作品后 毅然决然地入了海沟般的喷坑 从器材选定到工作室装配到位 一共花了两周时间 期间还看了几篇欢愉喷涂的教学视频 顺到连改装 特线之类的教学也一并带过了 下面另起一段重点说明 一 首先试试机体的选定 入喷坑第一台 工作时间也比较紧张 所以想做一台就尽力做好一些 RG太小 PG又舍不得 毕竟是第一次喷译 个人比较喜爱厚重的机体 SO在网上看了很多评测后 毫不犹豫地入手良心 MG卡版沙扎笔 完美地符合了我的要求 机体厚重 弧线较多这个对后期的刻线 造成了很多的困扰 细节丰富 可以很好地完成分色和细节增添的工作 但后面才发现 KA沙真是一个深坑啊 二颜色思路设定 我是完全没有看过高达系列动画的 所以只能通过对各个机体的个人感官进行在创作 刚才说到沙扎笔机体非常的敦实 SO我希望能够让机体看起来 能够带有金属质感 加强机体的力量感和压迫感 另外 我又不希望只是单纯地按照原型进行喷涂 所以大的色系上 选择了我最喜欢的蓝色系 整体外架应用了郡氏GX金属深蓝 浅蓝和紫色蓝色进行分色 股价同样是选择了铁色 太阴 金色三色进行全喷涂分色三 改装思路设定 这个呢 我只能说是在正式入坑的第一台上面进行各种尝试 把我有能力执行的全部复读实验 从刻线加深刻出现 增加刻线一个刻出现 金属件的增加挖能胶损坏 漆面不见的增加同样万能胶损坏漆面 以及遮盖分色 还好还好 最终完工后 片子出来还能看 这已经是对于我这种新笔天高 手笔SHI韩丽选手来说最大的安慰了 整体来说 这次的作品还是以一个技能做好加多 尝试不同手法的心态出发的 背包尝试着去做伪电镀漆面 长枪也试着去做阴影喷涂 虽然前期看了很多教学视频 但实际操作中肯定还是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失败 过程中纷乱复杂的心态变化 不再多说 KA杀多如牛毛的零件 真的会让人一次又一次的崩溃 N多外甲的C面也让特线工作频频受阻啊 过程中补件七次 还补了一张原装的水贴 但无论如何 当最终喷完光油后 它就那么默默的站在你面前 你所有的想法 所有付诸的手工 都依着不完美的展现在你面前时 内心中的感动和满足感 真的是沉甸甸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模型带来的乐趣 以心 广告原创文章声明 微信公众号高达模型制作技巧 自创办以来 深受各个方面大力支持 众多作者编辑译者 亦轻力付出辛苦的汗水和独特的创意 对本公众号原创文章的转载 请联系公众号编辑获得授权 私自转载行为和任何不负责的摘录行为 本公众号运名主体 将进行最大程度的追责 未来最大程度的连作者编辑获得授权 策过注导与宣线的全体